这道味道浓郁的辣椒炒鸡肉 一包炒鸡酱就可以做成 一包里面有两小包 一次用一包就够了 洗干净的鸡肉来腌制一下 用这个炒鸡酱 拿一小包就可以 腌制鸡肉的时候 一小包的一半就好了 剩下一半 等下炒的时候再放 小半均匀让它腌制 来切点配料 姜蒜切片 青红椒切成圈 如果想吃辣一点的话 可以换成小米椒 油热下加蒜片炒 蒜片和姜片炒出香味后 把鸡肉放进去 把剩下的半包炒一下 放下去 先给它半小鸡 加一点清水 也可以加入啤酒 盖上盖子煮10分钟 鸡肉时间也到了 把青红椒放下去 然后开大火 喝半汤汁就可以出锅了 辣椒炒鸡肉就做好了 色香味之前先嫩入味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可以按一下 各種香衣 spielt